翹可 细嫩 葱香味 浓郁 今天我们做一道不一样的翹可 叫葱香翹可 这个鱼要冲它的鱼皮身 把它皮身上 但不皮穿 好装盘 肉比较糊 你要把它划开 因为鱼说 我们这个葱香味 只取葱椅 葱椅比较清香 颜色比较悬 就脆落水 特别是我们这个翹可鱼 比较悬润 所以我们排的鱼椅 都是比较清淡的 小部分将起到去行李嘴 这个葱椅主要蒸香 红花巴再细 再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生抽 再加点味精 再加点香药 先放点姜 葱椅 放点料酒 还要放点油 更有色彩 现在开始煮鱼了 因为这个巧克力它比较难 所以说我们有煮和蒸 这两种办法 这个鱼很容易难 所以说用瓢瓢把它拖紧 煮的时候呢 一般是煮六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因为你鱼椅是散了包里 最后直接把它均匀在鱼椅上去 刚刚摘的这个小葱 均匀地把它撒在鱼椅上 锅对烧油 大概要九层油 高溶去煮它 这样葱香味菜 入鱼椅里火 葱香巧克就做好了 巧克细嫩 葱香味浓郁 今天这个新鲜的巧克巴锁 吃饭 鱼椅 你怎么这么这么做 那你会看 咱们一起吃饭 整个鱼椅 在鱼椅里火 一样 这一边 要解决 一样 鱼椅里火 砍 一样 那